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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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毛筆這個部分就是文房世保 文房世保裡面這個區塊算是我們的 驗台跟墨條 主要的部分會在後面那邊有毛筆的部分這樣子 筆墨指驗 那當然因為我們是筆墨專家 所以以筆跟墨是我們的最主要的主軸 那當然我們後來也衍生到 像提供像這樣子一個比較高級的端驗 讓大家到這邊來的時候 其實慢慢的把書寫這件事情變成是 以往其實是一個寫字的工具 那當然它之後會從工具轉變成是一種 休閒跟藝術 所以驗台上也從原來的很單純的功能面之外 它出現到像這樣子比較屬於 比方說漂亮或者是在 在以這邊來說是一個世大名驗之中的一個叫端驗這件事情 它的觸感跟它的硬度其實是很值得收藏的 相對的慢慢變成是有一個 除了實用之外的一個藝術的藝術價值這樣子 所以是會有像這樣子的驗台啊 或者是像我們公司也有像這裡 這些墨條其實都是早期大概是在 這裡這些墨條呢 都是大概是早期在台灣的中國石油 現在大家都認識的中油公司去加油嘛對不對 那其實很早期的時候 其實中國石油公司它有在產那個油煙 那個油煙是我們在製作墨條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原料之一 所以呢這個墨當然到現在為止大概中國石油公司也不再提供油煙給民間去做一些製作了啦 可是03億當初是因為製作了很多像這樣子的好的油煙的墨條留下來 所以這邊看到的很多的墨條大概放在我們公司 可能做出來都已經將近應該有一夾紙的時間了 他們其實這些墨條都是每天在這邊呼吸 所以它大概呼吸了一夾紙之後 它其實不太會因為現在的外在的劇烈環境 比如說下雨啊或者是夏天天後的乾燥與否 而會產生一些均裂或斷裂變質的狀況 所以其實這些墨條也都跟著03億這個品牌這個公司在這裡一直呼吸了很久這樣子 所以會有墨條啊或者驗檯 那當然這邊也會有我們的毛筆這樣子 來到這裡啊就會看到我們這邊其實有提供 用一些大家比較少去接觸到的一些製筆的材料 大家認為的那個什麼羊蠔啊狼蠔啊或者是煎蠔 到底是什麼材料其實大家好像對大家來說只是一個名詞 那到底什麼是羊蠔 這個就是所謂羊蠔的部分 我們就是把這樣的羊毛身上的毛取下來之後 整理完之後才能夠變成大家製作的羊毛筆 所以這裡呢除了有羊毛 或者是有灰鼠 松鼠 或者是甚至於像這樣子的 比較偏向龍毛的方式 等於是各式各樣的材料都會在這邊呈現給大家看到 那我們除了原來的傳統的毛筆之外 其實近來我們一直在思考創新說 像這次我們就有一個跟一個小默契的一個合作就是 我們把一個文房四寶組 大家以前會覺得攜帶很不方便對不對 它就是一個組合就是透過一個簡單這樣的一個圖筒的形式 它裡面呢就裝了所謂剛才這邊呈現到的燕台 墨條還有墊布跟毛筆 然後把它捲起來之後就塞在這個桶子裡面 就可以很輕鬆帶著走 甚至可以是一個送禮的概念 大概是這樣其實說還蠻多的產品給大家欣賞 好那像我們就也特別叫我們像這次有特別跟那個金馬的聯名的合作 推出一款這樣的一個聯名的一個毛筆組 它的它就是概念就是說 我們一般的時候呢在使用毛筆的文房四寶的時候總是攜帶很困難 那這樣設計等於是透過一個簡單的一個收納的圖筒 它裡面有什麼呢有一個所謂的這個一個好有燕台 那打開來之後呢 還有一個所謂的這樣的一個收納毛筆的地方 它其實也很湊巧它剛好也是一個可以擺放 毛筆的一個墊布 這個地方也是個墊布 那墊布之外呢 我們還需要什麼可能需要一個墨條 這是一個像一個口紅式的 一個女生的口紅式的一個墨條 可以拿一張磨墨用的 墨條 還有毛筆 那毛筆我們也特別設計成是因為它為了簡約設計 所以用收納式可以把它旋轉組裝起來 好 就一個像影山的字 所以你就可以拿到一張 可以輕鬆的找到一張毛筆的練習紙 然後鋪上這個墊布 然後就可以沾墨寫字這樣子 好便喔 對 所以剛剛老闆提到說 這個有一個金馬的 對 聯名 金馬的聯名 對 我們跟我們031跟金馬的一個 剛好是今年58年的一個 金馬58的一個聯名的組合這樣子 所以金馬認證 對 有不起耶 這是一個很 那是他們找你嗎 還是 對 怎麼會有這樣的企業會在一起做 因為剛好現在金馬 他的一個這幾年的一個議題 然後他也看到一些像是一些 很多店家對於一些 產品的一些創新跟開發 我覺得那個 對這樣的彼此的理念其實是一致的 所以就有這樣一個激盪出這樣一個合作這樣 合作的火花 好 那來到這邊 那你會發現 剛剛看過那個文房四寶 筆墨子燕之外 來到這裡其實會發現 這裡好像是一個 又是一個 決然不同的一個天地跟世界這樣子 那我們031呢 就是憑藉著百年來自比的經驗 跟懂毛料的原理 所以呢 我們才創新的 所謂一個這樣的一個 彩妝刷具品牌 那我們就看到這裡 就會有很多 琳琅滿目的各式各樣的刷具的功能 因為女生在化妝時候的一種 不管是眼影啊或粉底 它其實有很多種化妝的技巧 跟所謂的化妝品的材質的不同 所以我們因應這樣子而推出 各式各樣不同的一個刷具的功能出來 來到這裡可以看到呢 其實不管是天然的毛料 或者是人造的毛料 對我們來說呢 我們都是貼近的了解 消費者到底需要在化妝的過程中 需要什麼樣的材質 比方說像這樣子 它可能是一個非常舒服的一個化鮮毛 能夠讓你輕鬆的把蜜粉 刷粉上去之後完妝 甚至於是說也要像這樣子的 非常天然的一個灰除毛所做的腮紅刷 它能夠讓女生的刷具的彩妝過程中呢 能夠畫出最輕薄 非常舒適的一個顯色的一個漂亮的 腮紅的效果出來 所以這裡呢就會有各式各樣的 不管是腮紅蜜粉眼影 甚至於是很多的女生 現在幾乎必備的一個底妝刷 我想坐在這邊都會 鈴鐺滿目都會被看到 那我們除了標準的功能的刷具之外呢 我們也希望把化妝變成是一個 讓人家覺得很開心很舒服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也會推出一些像這樣子的一些 有可愛造型設計的刷具 讓大家覺得說其實跟書法跟化妝一樣 都能夠好的刷具好的工具 都能夠讓人家的心情變得很好 所以這樣的設計款之後 有很多消費者朋友們 都會拿來送禮給好朋友們 所以這也相對的也變成是一個 送禮市場的一個需求 一開始的時候其實長輩對於這一塊 一定有所謂的不夠了解 可是其實能夠跟他說服的共通點就是 因為畢竟都做的是有毛的筆 我們在共通說其實毛筆也是有毛的筆 只是它寫在紙上 刷具也是有毛的筆 它可能刷在女生的臉上 或男生的臉上 那它其實核心價值都還是在於 你怎麼樣做出好的工具這件事情 所以其實我們一開始從刷具的 這個轉變跟轉型過程中的第一步呢 其實我們做了所謂這樣的一個 指甲彩繪筆 那它其實也就是 你當作它其實是一個縮小版的毛筆 那其實長輩們對於它的外型 可能一開始會覺得不太能夠接受 可是它覺得真正放下它的溝通的理念 就是因為這個毛的品質的收封 其實是合格 是合乎標準的 所以我們不管接下來再推出 任何產品的過程中 我們都秉持這樣的精神 就是把毛料 把自己的專業知識 做對做好在這產品裡面 那消費者自然就會一起青睞它 林山儀啊 然後座落在這個 台北市重慶北路圓環這裡 其實也超過將近一甲子的時間了 那其實也真的完全經歷到 整個大道城台北市的一些街景 跟一個人文經濟的一些變化 這裡呢早期外面 甚至於有所謂的人行道 所謂的慢車道跟快車道 然後會有很多的攤販 大概在下午三四點的時候 就會推它的一個推車 然後推到我們的門市外面 來做一些產品的銷售 那時候的重慶北路幾乎都是 晚上都是非常熱鬧 夜市然後琳琳買目什麼都銷售這樣子 那這是一個 林山儀的早期的一個狀態 那就跟我們這邊的毛筆一樣 我們原來也是早期不變的 我們做的是毛筆 那乘起而時 經歷了時間的變化 大家對於毛筆的需求慢慢的下降 那我們調整到今天呢 其實還是要補充一下 我們還是要來做毛筆 可是我們不變的是毛筆還是在做銷售 可是我們與時俱進的 我們推出了一個這樣一款的 這些彩妝刷具的系列 希望這個品牌能夠繼續延伸下去 能夠讓大家認識我們 憑藉著好的技術 對毛料的認識 然後製造出更多更好的產品給大家 讓這個品牌能夠繼續往下延伸 下一個百年 這是我們變的價值 這是我們變的價值 給大家看一下 叫做前浜